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在升级之后 它的整个经济要从什么角度来切入观察 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 不会有所谓经济持续衰退这回事 它的就业市场持续强劲 最新公布的美国4月就业报告 大增了超过42万人 超过预期 美国连续第12个月就业人数 越越突破40万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也不可小觑 就是美国的辞职人数刷新记录 这有部分是曾经离职 后来再回到老东家的员工 因为缺工太厉害 因此老东家拥抱欢迎离职员工回国 升息两码之后的一个重大影响 就是信用卡债越来越难还 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债务数字 大幅增加了520亿美元 其中信用卡债占比非常高 美国4月非农就业报告出炉 共增加42.8万人 超过市场预期 这是连续第12个月突破40万 现实就业市场依旧强劲 只不过失业率人维持在3.6%不变 至于薪资 虽然也继续增加 但还是赶不上通膨攀升的速度 而企业们则积极向这群人招手 回力标员工指的就是曾经离职又回国的员工 例如这位克里马斯 原本在科技公司Adobe担任人资 2020年因为新的机会离职 但短短18个月后又再回到老东家上班 根据统计 美国回国员工的平均间隔期 已经从22个月缩减到17个月 光是去年就占全美换工作潮的4.3% 比疫情前增加了1% 以往离职员工要回国 普遍不被外界看好 但随着全美1000多万个职缺找不到人 加上最新公布的3月辞职人数 高达450万人刷新记录 也让控制权渐渐转移到劳工的手上 而雇主又是怎么想 这些人资公司共50位员工当中 就有三个人是回国 采用回力标人员 同时也为企业文化和价值 进行一场全面性的检视 而就在上周三 美国联准会才宣布 升息两码打通膨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认为 收紧货币政策 能够有效缩减美国就业市场 创新高记录的职缺 只是没想到另一个创新高的 还有美国三月的消费者 债务数字 当中信用卡卡债 暴增21%也创下新高 而随着基准利率不断攀升 往后卡债只会越来越难还 从卡债物价到美国上一季GDP 面临两年来的首次下滑 其中选举将在年底登场 共和党把炮火标准 拜登阵营处理经济的表现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上周五 造访工业重镇 俄亥澳洲的汉密尔顿 并在当地一间钢材工厂发表演说 拜登向企业喊话 用3D练义等各项技术就地生产 以刺激美国就业压低通膨 力拼在六个月后的期中考 能够通过考验 TV新闻综合报道